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 是人生幸福的成员 拥有了健康就可以去创造一切 这是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全民健康保健节目 邀请到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师群 跟我们一起来守护您的健康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中荣民总医院 耳鼻喉头颈部王静杰王医师 王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继续来聊聊 因为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看似小问题 其实它持续下去还是非常的严重 对不对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的相关的资讯 然后也讲到了他的这个小辈薄 但是小辈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医院 请医生帮我们做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解决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面对它呢 是的 各位关心打呼 睡眠呼吸中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主题 我们要如何去改善我们的打呼 我们的心法是什么 我们要有的一个正确认识是什么 那前面我们有提到 我们在面临打呼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这样的睡眠障碍 呼吸障碍的时候啊 经常会有口呼吸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在处理打呼 一个部分相当需要关切的一个问题 所以心法第一步啊 就是要停止张口呼吸 那当我们出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呼吸的一个通道呢 就是筋笔呼吸 可是当我们面临的这个打呼啊 或是睡眠呼吸中止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忘了如何用鼻子呼吸 所以我们第二个心法就是要训练 重新 要去做一个筋笔呼吸 那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好像应该是理所当然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在许多的这个打呼啊 打汗的观众朋友身上 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刚才您在讲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停止张口呼吸 这个在我有意识的时候 应该是做得到 是的 但是睡着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是的 好 感谢主持人 经鼻呼吸 这个平常我们一定都是用鼻子呼吸的 但是睡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了 这怎么办啊 对啊 真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经过这个正确的医院的一个睡眠中心的诊断 然后拟定了量身定做的睡眠呼吸治疗一个策略之后 来达到夜夜无寒这样的一个理想状态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精彩 睡眠能够更精彩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健康是无价的 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产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打鼻 这个是轻微的部分我们可以自己去注意这个状况 但是有时候因为先天的条件啊 不一样那经过一些的问题我们寻找到它了 那怎么去解决它呢 是的 那我们耳鼻喉科呢 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科别 我们做内科的治疗也做外科的治疗 那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需要恢复经鼻呼吸 可是常常我们有鼻塞啊 鼻子过敏啊 这样子让我们连白天没有睡觉的时候 呼吸都不是很顺的一个状况 对 那就更遑论说在睡觉的时候 鼻子会通了 那当我们鼻子不通畅的时候 真体的自然反应呢 就是会张口呼吸 对 因为当我们的鼻子呢 吸气的这个气流不足 氧气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自主的去保护我们的身体 就会让我们打开嘴巴 去做个张嘴呼吸的动作 那这样子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睡眠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在我们诊间呢 我们会进行对于鼻部的状况啊 做一个评估 那如果说呢 我们发现说 当我们在诊间做内视镜检查 内视镜检查呢 是一个软管啊 伸到我们这个鼻道里面 拍摄这样的照片的时候 会发现说 这个鼻道好像呼吸的通道 只有这么一点点耶 这是右边的鼻孔 一条缝 左边的鼻孔也是一条缝 光用看的 光用想象的 就觉得这一个人的这个呼吸哦 好塞哦 对 那 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 我们说过是内外监修的一个科别 是 那初期我们会先 使用这个药物 还有鼻喷剂 这样做一个治疗 那 鼻喷剂的这个部分啊 坊间有很多的鼻喷剂 可以做使用呢 大部分的人想到鼻塞呢 可能也是就是 到我们的这个药房啊 就是自行去购买 呃成药 去做一个 是那个 有点像扩张剂一样 是的 这个我有喷过耶 对啊 我感冒的时候 对啊 因为呼吸不顺 是的 但是因为药性的不同 那我们在市售的这个部分 这个药性的部分啊 有时候呢 会面临越喷越没效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那所以呢 当我们来到了鼻喷科诊间 我们会为 个案呢 准备 鼻喷剂 像这样的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鼻喷剂 是 那这样的 在医院准备的这鼻喷剂呢 它是可以长时间使用 然后不会产生副作用的药剂油 哦 对 这不是因为感冒引起的 它这个就是 本身它就是有这样 长时间有这样子的状况 是的 我们需要帮它做一个调整 是的 那就用这个鼻喷剂 比较轻度的打呼 或是说 前面提到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可能有比赛状况 让它入睡有困难 这样的个案呢 有时候呢 我们光光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组合 药物在搭配上鼻喷剂的部分呢 就可以获得蛮好的效果 有些个案甚至 在我们使用这样的药物治疗之后 数个月的时间 那回来诊间就已经跟我们说 它的打呼的这个音量啊 声响啊 已经下降到 它的另外一半 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了 这样子非常好嘞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其实不要自己去想什么小配方啦 是真的 我觉得你出现状况出现问题 你到医院去找医生 他可以提供你最好的方式 是的 一条路马上就到了 是的 就马上解决了 也不需要经过这么多这样的测试啦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 对 有时候这个呼吸道 如果说透过这样的药物的治疗 内科治疗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就是个案比较满意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 那我们我们是外科医师 我们还有手术 可以帮忙大家 那随着医疗器材的一个进步啊 我们的这个手术刀啊 我们也缩小了哦 这么小一只 是的 那这个小小的力气呢 就是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非常肿胀的比甲肉肥厚的一个问题 它使用的在手术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会将这个手术的刀头从鼻孔伸进去做 从鼻孔伸进去做一个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 所以鼻子外面呢是完全没有伤口的哦 是一个无痕的手术 完全看不出来的 对 那刀头也缩得非常小 大家可以看得在镜头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刀头啊 不到半公分呢 非常的非常的小哦 对 所以手术之后呢 在鼻子里面的伤口其实也非常小哦 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部分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手术处理 那这个是我们实际处理完之后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这个右侧的这鼻道呢 本来的这呼吸通道从一个小小的细缝呢 扩大到一个非常足够大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子气流的经过呢 就会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顺 我看到这张照片它总得很厉害耶 是啊 是啊 对 那它的左边的鼻道呢 也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所以我们前面有说过 当我们鼻子呼吸有出现阻塞的时候 从鼻子进去的气流呢 就会变得比较小 比较不稳定 当我们在近期的气流变小的时候 我们为了吸足够的空气呢 身体呢会做一个比较大力吸气的一个动作 尤其是在睡觉睡眠的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在快速呼吸的时候 那当就像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吹哨子 如果说我们今天哨子我们慢慢的吹 小力的吹 哨子的声音其实是比较小的 对 可是当今天个安卓在睡觉的时候 鼻子是像这样子 比较 呼吸足塞的情况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又要更用力的吸气 那我们吹哨子的时候 如果我们很大力的吸气 那是不是哨子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响亮 对那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鼻汗的这个部分啊会变得来个一个比较响亮这样子 对所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术处理呢 可以将我们这个鼻子的通道呢做一个畅通 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在入睡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呢 我们呼吸呢是有压迫感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更安稳的入睡哦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但是就是依照我们大家这个打鼻的轻重来解决 那刚才我们还有提到说前面有提到一些打鼻的小被波啊 对 关掉打鼻的小被波不是让他引起打鼻的小被波 那在我们诊间呢在手术之后呢会对病人做一些畏教 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呼吸整形到呼吸道的整形手术呢 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手术完之后呢 那整个这个呼吸道畅通了那我的打鼻就不见了 马上就不见了 但事实上呢在手术之后呢还是要做一些术后的照顾跟术后的呼吸道的一个训练的哦 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关掉打鼻的小撇步呢 能够协助我们做到我们的这个刚刚的这个心法的第二项 筋笔呼吸的一个部分 筋笔呼吸的一个部分 那刚刚主持人说的 运动呢其实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环哦 我们在前面有说到 当您的体重体态呢是比较风雨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整个呼吸道的组织里面 这个脂肪的组织会是比较多的 那这些脂肪过多的脂肪组织呢 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很容易产生那个坍塌的一个压迫的一个效果 那这时候呢 运动呢就非常重要了 那这就来到我们大部分人更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 减重 要如何成功的减重 其实呢也是治疗打伤 睡眠呼吸中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哦所以 其实说穿了就是说 你的体型比较风雨的 重量有比较高一点点的 很容易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 是的 那你把根源找到了 对 我们去解决根源的问题 是的 这样你的情况就会解除了 是的 嗯 真的 所以我在这个字卡的部分啊 其实呢将这个 这两项呢 摆在这个字卡正中间是有目的的哦 因为这要提醒大家 当我们在 在搜寻这个小撇步的时候 不要只关心这些 可以让你马上 好像感觉戴上去就可以解决打呼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小工具 是 而忽略掉其实 真正在 我们这个 不管是术前术后啊 应该要做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调整 那 其实减肥对大家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对 那减重其实也相当相当的一个不容易哦 那其实 这两张图片呢 也暗藏玄机哦 嗯哼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餐盘 对 上面 压在它下面的呢 才是运动 所以其实在 这个体重的控制的这个部分啊 饮食的控制啊 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是最重要的 其实呢 大家在饮食的控制的部分呢 大概占减重的 大概七成左右的一个部分 嗯哼 那运动呢是一个加强哦 是占了三分的一个效果这样子哦 嗯哼 所以在减重的部分提醒大家哦 饮食的控制跟呃运动呢 要一并进行哦 要搭配的 然后一个相辅相辅相辅的一个效果哦 对 那在吃的部分我们有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啊是的 主持人这问题相当相当的好哦 那这个餐盘呢 其实也是经过设计的哦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个是呃一个 现在相当呃相当呃流行的一个餐盘哦 我们将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餐盘然后化成四个等份哦 那现在中间切一半哦 是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半的部分呢 是我们蔬菜的一个部分哦 是啊 那都是一些呃青菜呀 呃呃坚果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哦 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哦 呃在我们饮食当中啊 如果要做体重控制的时候蔬果类啊 尽量要占我们整体呃饮食的二分之一哦 对 它是占最大部分 它应该要是占最好最最大的一个部分哦 那接下来呃平常我们呃 常常吃的一些主食哦 比如说面啊饭啊 好这些东西啊 其实它只在一个角落也 对 对 所以因为这个部分呢 它不能真的是不能太多哦 避免说哦 这个呃摄入过多的这个呃糖类哦 那糖类呢其实是 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啊 影响相当大一个东西哦 那其实在很多关心体重议题的呃朋友们 他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啊 呃糖是一个 其实是一种毒 那吃太多的这些淀粉类的这个糖类呢 其实是会中毒的哦 好 当你吃太多白饭太多的白面的时候 当你没有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奇怪 嗯 那会想要渴望去吃这些东西 嗯 可是吃了这些东西 虽然让你的大脑产生欢愉感 可是呢 却让你的身体里面的胰岛素呢 快速上升 对它其实造成很大的负担 对那当我们胰岛素快速上升的时候呢 身体里面的另外一个激素呢 叫做升糖素就会下降 那胰岛素跟升糖素是一对难熊难地 一高就会一低 他们大概没有办法再同高 他们不能共存 对那升糖素的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燃烧脂肪的哦 对 所以 因为燃烧脂肪是在减重的一个 在减重里面相当重要的部分 所以提醒大家 在这个糖类的摄取啊 能够尽量的减少 那尽量维持在四分之一 甚至在更少一个状态 这更少一些些 只要能够让我们产生足够的 保食感就好了 那这样子呢才能够 降低我们的 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使用 增加我们睡眠时候的这个 升糖素的上升 那这样子 即使我们在睡觉 也在减肥哦 对 越睡越瘦哦 真的耶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很重要 对 那这时候呢 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明以时为天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这个 白饭啊 白面啊 对啊 我为主食 那一般吃的分量就比较多 那就会被问说 那我吃这些 白饭白面吃的量这么少 我很容易饿耶 怎么办 那这时候的解决方案在这里 那最上面的这个四分之一呢 是我们的 这个鱼肉类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鱼肉蛋满类 蛋白质摄取的这个一个部分 那蛋白质呢 能够延长我们这个 保食的一个时间 让我们比较不容易当 这个血糖吸收完的时候呢 产生饥饿 让你又产生这个 饮食的一个冲动的一个好方式 所以呢 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呢 应该要占我们这个 这个饮食的这个餐盘里面的 至少要达到四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呢 在其实大部分 现代人的饮食文化里面 是比较缺乏一个部分 大部分的饮食里面呢 它的这个 这个 蛋白质摄取量是不足的哦 对 那这对这个部分 对于身体是不太好的 其实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 我们会比较注重这边了 其实蔬菜水果 大家的量都已经有提升了 但是 不要忘记了 哪些需要补充的 还是要补充进去 对 该补充的蛋白质呢 还是 还是必须要记得去 记得去补充 对 那 最后这个餐盘呢 我们吃的顺序呢 也要注重 顺序有差呢 是的 那当我们在这个 吃这个饮食餐盘的时候呢 建议呢 从这个 蛋白质的这个部分 先行摄取 是 传统呢 我们会觉得说 大鱼大肉啊 是一种享受 那 只有在这个年节啊 好的时候呢 我们才吃大鱼大肉 事实上这个观念呢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何调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呢 其实你吃的鱼吃的肉 它都是蛋白质 当你吃的都是蛋白质的时候呢 其实身体是比较不容易产生饥饿感的 那这时候呢 相对呢 你就比较不会吃过多的这个 碳水化合物所谈类的这个部分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就可以解除我们一个糖毒哦 对 这个观念非常的好 对 靳杰医师今天来到这边真的是太棒了 把一些很新的观念 然后告诉大家 让大家赶快来接收一下 是的 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 这样子疾病就不会找到您哦 是的 是的 那在适当的饮食之后呢 我们再搭配上我们这个足够的运动啊 那我们的这个减肥呢 就可以受十半公倍的效果哦 三期可以先来试试看 调整一下 是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好 这个部分呢 这个呢 呃 大家可能对这个画面呢 是会比较陌生的哦 那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要处理在一些比较严重的 睡眠呼吸中止比较严重的一个个案 他可能透过我们前面这些小撇步啦 透过我们手术的处理啊 他的这个呃 睡眠障碍的部分呢 没有办法就是 呃 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目标 那这时候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最后的法宝 啊就是这个啊 呃 镇压镇压的一个呼吸器哦 那 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呼吸器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啊 放在呃 医院里面使用的哦 那事实上呢 现在呢 的呼吸器已经缩小了哦 是可以在家里面做使用的哦 嗯 那当我们呢 在呼吸道有这样坍塌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呼吸器呢哦 对于我们的鼻部做一个加压 嗯 那 空气进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就可以协助我们把这个坍塌的这个呼吸道好做一个撑开的动作哦 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管子的东西来哦 我们请到我们的道具人出场 是的哦 那 呃 因为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设备呢 其实是比较陌生的哦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这个蓝先生 嗯 蓝先生 对 好来 大替大家做一个展示哦 那所谓的呃 人 肌合体是怎么样一个进行的哦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这个人肌合体一个界面的一个部分哦 当我们在做这个睡眠的时候的一个镇压呼吸治疗一个部分呢 我们一般都是将我们这个鼻子哦 做一个覆盖 那透过这样的管路呢 将我们刚说的镇压的一个空气呢 传送到我们的这个鼻部里面 那因为呢 这些呃 鼻部的镇压的空气呢 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鼻腔 所以当我们这个在呼吸的时候 如果鼻道是不顺畅的 那我们在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时候 会特别容易失败 它是会有一个压力进去 所以就帮你打通了嘛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 我们进阶医生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 有关于打呼啊 睡眠宗旨的这个一个治疗方式啊 跟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全民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快乐 祝福大家平安 將生意的孤寧 雖然我僵心佩 雖然有財貝 財貝